轉播世足賽究竟是不是公共媒體的責任 近日引發社會熱烈討論 曾徐白先生基金會今年首度舉辦學者對談 邀請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 以及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胡元輝 從世足賽轉播談媒體的公共服務價值 我記得他們在修英國修復廣播電視法 一半的時間在討論 可不可以給商業電視全部包走了 因為包走了他們就沒得看了 那麼2010年也是 我們都在那邊看到一些情況就是說 他們那個一種覺得就是說 我一定要看這個東西的一種意識 跟一種習慣跟文化 但是足球在我們這邊是不是這個樣子 可能未必 當商業媒體沒辦法實現這樣的功能的時候 我覺得公共媒體出來去做這樣的服務 滿足國人在這方面的需求 我覺得是有它的意義 所以這次華社我判斷他會做這樣的服務 也是因為商業的電視 他會覺得我要付高二全內金 廣告或其他方面的回收 不足以來支撐這樣成本的時候 他們就不太敢做 所以華社能做這個服務 我想對很多不只是對球迷 或者對台灣各個方面的需求來講 我覺得都還是有它的意義 現今媒體以收視率點閱率掛稅 內容充斥三氣新聞以及農場文章 扼殺了優質新聞的空間 然而樂廳中的胃口已經被養大 再加上台灣與歐洲國家環境不同 公共媒體很難成為市場的領導者 更遑論影響媒體生態 如果更熟悉的英國來講 像VBC ITV跟Channel 5 這個Channel 4這樣加起來 大概就算還六到七成 那以新聞來講 幾乎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看 VBC電視新聞 你就是要像ITV 這樣Channel 5這樣加起來 可能大概是百分之八九成都看他 所以他們那邊的問題就是 有一個市場領導者 他們也會受到這個壓力 可是這個領導者長期已經養成我們這樣的一個習慣 那我們看到那個現象會相對會被比較壓抑下來 比較不會說完全走那個三色系 不是說他們不會 相對會比較少 那因為市場領導者養成這個品味久了 那麼跟他競爭的人他就要遷就 那市場領導在我們這樣的一個 零散的台灣電視環境 困難度會搭一點 我通常把它成為第三類媒體 他可能包括社區媒體 另類媒體 獨立媒體 實習媒體 草根媒體等等 這一類的媒體 他規模通常都不是很大 但是這一類媒體 他通常是能夠展現這個社會裡多元的聲音 甚至邊緣落實的聲音 這一類的媒體 我們也要想辦法透過一個比較好的機制 讓他得以發展 就在商業媒體 公共媒體 跟第三類媒體之間就存在一個良性的一種 算是比較健康的相互補助 也相互制衡的一個情況 目前文化部正大力推動公共媒體法 希望整合公共媒體資源發揮整體戰力 學者認為目前公共媒體的資源和規模都太小 必須先解決一些基本問題 公共媒體整合才有意義 台灣整個媒體由公共媒體來投資的 現在是規模太小 你真的是要適度的去擴大 而且可能分階段 剛開始的時候這樣接下來怎麼樣 然後這樣做為什麼 你要講究剛剛我們在問 對我們台灣的媒體現在有什麼幫助 對我們的文化上的一種涵養滋潤有什麼幫助 對吧 對我們在國際上怎麼樣一些 比如說外來的各種影視產業 Netflix這種愛奇藝的競爭 在這個過程當中怎麼樣讓我們認為 比較符合這個公共媒體需要的人才 能夠去帶領這個集團化的作業 而且同時向下一步 向新的數位時代的需求 去我們所謂的Public Service Media 這樣的一個概念去走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從法令到溝通到人事 我覺得這三個基本的問題 一定要去重視它 那這樣的話這個所謂的公共媒體的整合 跟發展才有辦法能夠在大家 期待下順利的推動 學者認為文化部對公共媒體的關注 正是一個新的契機 未來當台灣社會對公共媒體 有更具體的想像 或許真的有機會帶動台灣媒體生態 以及影視產業的發展 這樣社綜合報導 就是大張旗鼓 希望把它變成